台東在地公益團體、台灣安心家庭、關懷協會 結合台東縣政府東原科技文教基金會 志玲姐姐慈善基金會等單位 5號上午在文化處演藝廳舉辦金唐號生命與藝術創意體驗活動 全縣共上千位偏鄉師生到場欣賞表演 台東縣長黃建廷也在教育處長林輝煌 文化處副處長魯玉玲等人陪同到場 向參與師生致意 並感謝東原科技文教基金會連續7年贊助這項活動在台東演出 其實我們的孩子都是很有天分的 我們不斷地在全國的音樂、舞蹈、各種才藝的比賽 或者是體育的競賽裡面 都能夠拿到很好的成績 我覺得只要多給我們孩子一些資源 多給我們孩子一些舞台 多給我們孩子一些鼓勵跟關心 其實台東的孩子真的很棒 所以再一次感謝主辦單位這樣子的安排 我相信今天透過欣賞表演 或者透過到舞台上面來表演 一定可以讓我們的小朋友有更開闊的視野 然後也可以啟發更多的所謂的創造力 透過東原科技文教基金會 匯集各界善心的力量 促成生命與藝術體驗活動 希望透過豐富的饗宴 能充實偏鄉學童的藝文生活 當然希望范耀靈台東市報導